大家好,我叫岳喜云 各位老师好,头阳老师您好 之前有做过六年的客服的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的总结就是 客服虐我千千万我对客户如初恋 说完了 对,但还有一点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可以 说吧 需要重来吗 没有,就想给您多说点话而已 然后那个希望可以自己找一份客服的岗位 或者是行政的岗位 说完了 对,是的,老师 谢谢您 您好 您咋长这么喜庆呢 看到您就高兴 看到我就高兴 有些人看着我就哭 不是啊,我母亲大人特别喜欢您 你母亲大人 对 你母亲大人多大年 五十多了 那个年龄段子都喜欢我 是,对,您的外表跟才华他都非常喜欢 他本身是想让我跟您学习一下情商 反而我的情商没增上去 他的情商 我觉得你的情商比我高 你看一上来大家都喜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他最大的梦想 是顿顿吃火锅 对,我超级喜欢吃火锅 就是吃完辣度让自己特别开心 就像您一样 二十六是吧 对,是的 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吗 就说话笑嘻嘻的 是看见您高兴啊 情商这么高呢 没有,没有,没有 当上台的时候 就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清新 这种天然的亲和力 是非常善于去在企业里面 去做客服或者服务类的工作的 所以呢,开始的时候 他抱有了很大的期望 自己做了七年的客服工作 对 对吧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呃,就是五千左右 做什么客服啊 呃,是手机客服 手机客服 对 哦,你是很有耐心的那种吗 呃,我是对客户很有耐心 是吧 对 我找一个人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呀 看看你有多 好的 有耐心 来,李浩阳 这种事必须你出马 对 因为你这种人最难缠 你知道吗 哎,你是那个客服吗 哎,你好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 那个 我手机因为你们质量问题 嗯 导致我有两千万多万的损失 哎,非常抱歉 给你大家体验的不便 请问您现在手机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吗 我当然是不行了 不行了是吧 对啊 好了,您没着急 那您是 呃 我不着急 两千万我能不着急吗 是,我非常理解您 那目前您是 是什么情况 然后您发现手机用不了了呀 我认为微信太多了 然后你的就老是死机 死机以后闪退 闪退以后呢 就关机 对吧 那我以为关机以后 我再开机也行呢 这次这里开不开了 正跟一个合作伙伴在谈 非常抱歉 给你带来体验不便 这样,您方便 那我先带您做几个操作步骤 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呢 可以啊 哎 你有方法你说 那我们就先做一下强制性的开机 看是否可以帮到您好吗 开了一百次了 开不了 行是吧 然后确定手机都是在 呃有电的情况下 您最后一次看的时候 又冲了 你别当我是傻子 你说那几个招 我都试了一百遍了 是 那您放心 我会给您说一个其他您没做过的 您看可以吗 你说 哎 比方说我们连接了电脑的iTunes 做一些强制的恢复 但是您里面的宝贵的资料 有可能会丢失 这个您看可以吗 你这个方法 我们CTO都给我试了 不管用 还是不管用 对 那这样 您告诉我您在哪个区 或者在哪个城市 我帮您查询最近的维修中心 我这时候还有什么维修中心 我叫你们赔钱 是 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先生 因为 两千万也不要让你多 让你赔五十八万吧 非常理解您先生 就是您打来这电话 也是希望可以解决问题的 也不是冲了钱来的 您说对吧 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 对吧 我买十个手机 我的合作伙伴回不来了 对吗 是 我现在就控诉你们 对吧 要不然我就坐在你们手机上哭 我录视频 发抖音 差不多可以了 我觉得这姑娘够棒的了 不错不错 那么糟糕的人 我跟你讲 你真专业 太专业了这事 我觉得这姑娘展示了专业性和后飞 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像你这样专业的一个客服 我觉得这场表演最精彩的是李浩阳 真的 他把一个撒泼专业后演得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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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是演的 他素质比线 我那会儿就是潮汐附体 你知道吗 我感觉他一下个很赛的 好好好 别急啊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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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他还有一个优点 他的节奏感很好 我们做节目的最讲究说话的节奏感 有些人服务态度也很好 但是是慢挑私利型的 而他的节奏感跟叶浩阳的节奏感是非常契合的 在就是客服的这个工作当中 有七年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我们觉得非常难得 说实话 李总的那个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他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节奏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跟人交流的时候 不让人反感 然后又能够把自己的话说清楚的这样的客服 所以小云我想问你 你的性格很好 你刚才对面对强压的时候 你也是能保持很好的心态 那我其实知道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回家之后 或者他自己个人的时候 他情绪是不舒服的 然后他会有这种 比如阴郁啊不爽啊 你会不会有 会有啊 一顿火锅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很好 都不会发脾气了 会啊老师 发个脾气我看看 你现在可以对那个人发脾气了 现在他已经不是你的客户了 对他发脾气 是不是有病 好 好好说的好 有病 我们看一下李浩阳的刚才的反应表情 再来一句 是不是有病 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可爱 因为他非常的真实 然后他也非常的本色 我觉得他就把他作为一个人物 他在各个方面都非常自然的 非常坦荡的呈现在这个舞台上 说句实在话 这一句话呢 我们也要致敬那些 做客服的人员 我们也有火气 人家也是人 人家因为职业的原因 一直忍着这口气 天天心里在骂这一句 但他愣是没说出来 都快吐血了 对吧 虽然这句话本身是不礼貌的 是粗鲁的 但是呢 可以理解他内心的感受 以后我们在打投诉电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好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家 你上一份工作薪酬多少 是五千 也是五千 又没涨呗 就是还会涨 我能不能说你一句 挺没上进心的呀 是真的有 干了七年 这回又找分五千块钱的工资 再有点上进心嘛 再学点东西 挺踏实的呀 一成不变叫踏实 不是踏实 他是真的没有上进心 其实我觉得这位选手的话 现在还是整个的表达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在客服这一块的话 他做的还是非常深的 我们不能把他贴个标签 说他没有上进心 我觉得他现在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干这份事业 拿相应的钱丢不丢脸 而是说他的抗压能力要有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不用要求每一个选手 都要是做一个主动型的 其实他这样一个承受型的 对很多公司岗位来说也挺好的 这话总结到后面就是 允许有些人没有上进心 我选择安心嘛 但是怕他以后的路越走越窄 但我们已经定义了嘛 我不说了嘛 至少在我的世界里定义的就是没有上进心 安居安于现状嘛 我想请教一下 踏实工作算不算是上进心 踏实工作本身是一份安稳 是一份踏实 但并不能说他是有上进心 踏实工作是责任 每个人必须在他的岗位上 把他所做的事 好好好 没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我愿意看到上进心 但我也欣赏这些脚踏实地 把他那份工作做得极致的人 所以说我们一味地 让每个人都去上进上进上进的话 谁去做那踏实的事呢 这个上进心呢 不是说我要一飞冲天哪 我要一蹴而就 就哪怕就在克服的这个岗位上 你一直干了七年八年 你至少你得伸个头啊 低头走路 抬头看路 你或多或少 你得有你的成绩在哪呢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你这一成不变 你哪有成绩呢 他第一年跟现在的能力绝对不一样 但他七年 起码有几年是差不多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选择 生活节奏的权利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要什么样的生活 并且愿意为了这个生活 去付出努力 我觉得就可以了 大家对他的这种评价 是不公平的 反正我觉得 在如今的这样一个时代 你始终默默无闻地做 同样的一份工作 的确是踏实 也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你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你就会被埋目 你就会被别人所替代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 还有十二盏灯 成绩很好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天生我有财 来 只赏金商课堂 朋友晚上给你打来了电话 和你说现在这份工作不错 但是遇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该怎么办 会建议他 自己做决定 好 真的是超棒的情商了 两位 就是朋友找工作 朋友的恋爱状况 对 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只要陪伴他 不要给建议 对 决定权还是在他 这条题其实说得非常好 现在的地区学是有一种说法 说一个三万块钱的工作 去问了一个三千块钱的人 然后三千块钱的人 给了一个建议之后 他不去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说 我觉得把专业的事情 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对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朋友 我们并不了解那个专业的话 请不要给一些 不专业的一些建议 因为这样的话 反正是毁了别人 但是不是每个人生活中 都有猎头朋友啊 对 但是其实你可以到 就像是说 我们可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也不一定都有医生的朋友 但是我们可以建议他说 你要去医院去检查 而不是吃一些土方 他如果从情商的考验来讲 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作为 我作为他朋友来讲的话 他如果这么告诉我 我觉得是挺失望的 其实像 题中所说的朋友这样的人 特别多 这个问题是我 踏入媒体这个行业的理由 04年 12月份晚上 大概8点钟左右 我那个时候还在一个建材超市 做董事长助理 然后呢 那天晚上我就在那听广播 晚上有一个女性主持人 所有人打电话进来问他话 他都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给你分析的滴水不漏 你这样做 后果会怎样 好处是什么 你要是这样做 后果是怎样 好处是什么 但是他没有任何结论 你不给 其实本身让人是失望的 你本身是失责的 就像我坐在爱情宝费站 那个舞台上 我要是每个都坐 哎你这样也行 那也行 那我坐那干什么 我有病啊 那才是有病的 所以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我开始做了一件 我有点不同意见 因为我在我的公号后台 每天能收到无数的 就是年轻人问你说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选工作 我应该跟谁在一起 我要不要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 因为我发现 人做决定的时候 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叫客观的 我只能告诉他客观的 我说大城市 我现在待的是 怎么怎么样 有哪些好处 小城市有哪些好处 但是主观的 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 没有说你要替他做决定 你是可以给出你的意见 那你要说给个开放性的意见 那当然可以啊 对啊 就是我明白地告诉你 比如说你们俩在这 我不是每次都会问吗 这两个企业家 站在这 你们也录了很久节目 如果选手就是问你 如果是你 你会选谁 你会说你的答案吗 我会说 对啊 那就是对了嘛 就可以了嘛 但做决定的还是他嘛 我会非常明确地 跟大家强调 就说我有局限性 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 我就会这么选 对 顶多说到这种程度 对啊 如果是我 我就会这么选 但你选你的 是你自己的事嘛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我告诉你 这家也好 怎么样 那家也好 你自己选吧 有啥意义呢 朋友是希望听到 他没看到了那个世界 来帮助他做决定 对不对 如果你不能给他 更多的世界 你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 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看费尼莫书 就是因为 这些人都好喜欢给意见 就就就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你说的那种 你自己做决定 是 这些人特别喜欢给意见 而且还特别喜欢 做别人人生的主 所以这种事呢 你太过了也不行 但你不给意见也不行 但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看 费尼莫书的原因就在于 他可以在这里面寻到 寻求到某种答案 这种答案未必是对的 但是给他丰富了自己的见识 给自己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 如果跟自己是 对头的 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如果跟自己是不对的 就促使自己反省自己 一档没有观点 没有建议的节目 根本不值一看 好 来 第二轮选择 虚贺领 还有期整呢 谢谢老师 来 郑光辉请翻牌 这位是我们人民出去 然后最近做的一个 针对中央各部委 跟那个政府做的 那个人民出行项目 然后是人民出行的 客服专员 七千 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出七千吗 我特别好奇 只要是做客服 做的比较专业 然后老师跟你说呢 我问了一下 我们那个人民出行的 这个负责人 他说按照你这个专业程度 可以给到一万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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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磊 来 请翻牌 我这个岗位 是我旗下的一家 做互联网大数据的一家公司 叫期盘数据 那他们做的是 需要的是 企业客服的岗位 宁科旅游的客服专员 五千五 我们这个叫制客团 它是在线上的 一个学习社团 然后这块呢 我们需要一个 运营的小秘书 我们随风风跑来 和俱乐部 然后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教务老师 那教务呢 其实就兼有 这个客服的工作 就是你要 就是服务我们的学员 还有家长 然后照顾好这些小朋友 然后让他们按时来上课 照顾他们的身体 那我们给的这个待遇呢 是六千加 我给到你的薪资是六千 客服总监助理 给你的薪资呢 是六千加 好考虑一下 灭无斩 刘良斩 那姑娘 一定要留着人民数据的这个啊 我们帮你抬下线 留着它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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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一载 有请郑光奎 赵小叶 谈钱不上感情 你先问问题吧 可以问一个问题 老师我在您那边 做什么岗位啊 我先跟你说了一下 就是我们人民数据啊 关键有限公司 我们做的一个 针对中央各部委 跟北京市所 所有的那个 政府机关 做的一个短途 公务出行的 这么一个项目 做客服 但是我们这个客服 跟那个 李洋总不一样 昊阳总不一样 他不会碰壳 然后呢 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 跟中央各部委的一些 那个公务员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有礼貌的 谢谢老师 都不会碰壳 同意 跟那些年吗 有钱 都不会碰壳 要不要 我们的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他就是为了自己所的挑战 他宁愿粉身碎骨 那就选他吧 决定还是你自己做 好吧 你自己考虑吧 来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谢谢 非常感谢费尼模组这个平台 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也很高兴来到这里 然后知道自己的哪些不足 还是需要努力学习 一步一步走走 踏踏实实的 然后让我领导看到我的表现